马云是阿里集团主要创始人,现单元阿里董事。 不仅是在商业上,在娱乐圈中,马云也是有很多好朋友的,就比如说黄博,黄博早年有歌手、舞蹈教练、影视培音等多种工作经验,2006年因演出导演明浩执导的电影《疯狂石头》而异曲成名。 这两大高手,马云和黄博他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,同时出现在一个节目中,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?会不会碰撞出来什么别样的烟火呢? 一次在活动上二人相聚,黄博调查马云长的丑,马云想都没想直接回去说,你也好不到哪去。 黄博,我们先听条件好,马云,现在谁还比我帅,不得不说马云的智商真的是很高,不过也可以从中看出两人关系是特别的好,没想到一个身价上意的和一个演员是朋友,说出来或许很多人都不相信吧。 但事实就是这样,小编认为从中可以看出马云的高情商和两人的友谊特别的好,不得不说马云的回答很幼稚,笑到肚子疼,黄博马云去味斗嘴,你长得真丑,马云的回答笑到肚子疼,大家对此是什么看法呢?